第186章 123 福建 浅溪底的原石微微颤抖 似乎要走 却始终没有移动 只在身旁徒劳地挣扎出一些小小的眩流 然后升起 穿过细密的水草 带着草叶底部附着的气泡 这证明这道福是有效力的 只是效果太弱 所以必须借着溪水福利才能展现丝毫 四师兄探手看着溪水中那串珍珠样的气泡 淡然说道 小师弟 你愿意把福道所学用在实际事物之中 而不是悬谈虚伪 这种理念我很欣赏 但我不是很能理解 为什么你要求这道风符必须这么小 你准备用在何处 宁却沉默片刻后说道 我准备把这道符刻在箭支上 所以必须小 四师兄回头静静看着他说道 好想法 宁却笑了起来 然而笑容还未全斩 便又听到了四师兄下一句话 可惜 还是痴心妄想 为什么 盔甲克服 增防御 刀剑克服 增杀伤 难道会没有人想过 在箭上克服 自古以来 有无数人都曾经有过这种想法 但他们都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 道理原因有千万种 真正的解释 其实只有一种 因为所有尝试在箭上克服的尝试 没有一次成功 所以至少到今天为止 这是一种注定失败的好想法 可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小师弟 这一句话很有道理 但不要忘了 有很多妈妈生出来的小孩子 也很失败 那再尝试一下也无所谓吧 那你必须重新设计服线 现在你这道服 只有大明公的梁柱才能克得下 就算你有本事 把大明公的梁柱变成一根箭 又到哪里去找这么粗的弓弦 四师兄 我今天才发现 你说话很刻薄 像我这种玩技术活的服饰 讲究的便是在极薄处克字 好回答 在羽剑上克服 增加威力和射程 并不是宁缺现在才有的想法 事实上 早在去年草原旅途之中 听到吕清辰老人讲述修行秘心时 他便有过这种念头 在民山和边塞摩利多年 让他拥有了一手绝佳的剑法 每当思考分析 怎样与修行强者作战时 他很自然会联想到弓箭方面 如果福道能够作用于羽剑 那么在与修行强者的战斗中 可以保证安全距离 与攻击的突然性 去年的旅途中 吕清辰老人在听到他这个想法时 便当场表示 不可能 羽剑太轻 无法在上面克服 附着元气消散太快 除非能解决这两个棘手的问题 否则羽剑便不可能成为修行者 所选择的武器 那时候的宁缺 根本没有接触过福道 便没有多想 然而如今身为神服式颜色的传人 在书院后山看着这么多痴人高人 他总觉着在羽剑戏杆上 刻出福来 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能够成功 岂不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虽然在西畔被四师兄好生刻薄地打击了一番 但宁缺并没有丧失全部信心 回到长安城后 他闯进浩天道南门观 密着师傅缠了对方三天两夜 得了些指点 然后回到老笔斋 拿着笔墨齿线 思考了很长时间 终于把准备刻在剑上的风符缩到最小 深夜时分灯火微摇 全身裹着白布的桑桑 从床上缓缓飘了起来 白布上密密麻麻贴着些细长的纸条 纸上隐约能够看见一些古怪的线条 紧闭的窗户传来一阵低沉的乌液 脸色苍白的宁缺站在床边 目光悠悠地看着他 画面看上去显得异常诡异可怕 因为连续画了四十几张风符 宁缺十海内的念力几乎被压榨一空 脸色极为苍白 他看着缓缓飘起的小侍女 看着他身上黏着的那些符纸 他的眼光里满是喜悦 随着桑桑瘦小的身躯在空中浮动 他上下移动着双手感慨说道 什么叫空中飞人 这就叫空中飞人 这要是去变魔术 我哪里认识刘谦是谁 悬浮在半空中的桑桑皱着眉尖说道 少爷我也不认识刘谦是谁 第二日来到书院后山 极为郑重地递给六师兄 说道 师兄 这事成不成 就看你的手艺了 六师兄接过符纸 疑惑看了半赏 然后从屋角拾起一个 宁缺前些日子扔在里面的羽箭 把符纸拢成圆筒 紧密贴在细细的剑杆上 发现刚好合拢 这大小虽然合适 但我依然觉得待会会失败 六师兄取出精细刁刀 坐在窗口明亮处 开始照着蒙在剑杆上的符纸线条勾克 他手指很稳定 一丝不颤 运刀看似迟钝 实际上却是精确到了极点 绝不奢求气度潇洒 只求实际效果 发丝般的刀锋尖 完美复制着符纸上的线条 待客服完毕 宁缺拿起羽箭对着窗外天光 看着细细剑杆上那些 像花纹般细腻美丽的线条 不由大感震惊 真诚赞道 六师兄 你手艺真好 六师兄把精细雕刀收进皮夹里 憨厚一笑说道 嘿嘿 俺本来就是个手艺人 二人走出房间 来到静湖畔 宁缺深深呼吸 平静心情 把这根羽箭 搁在黄羊硬木躬上 双手五指微松 微紧 念力自十海事出 传向箭之上那些浮线 对于普通服饰而言 他的念力便是钥匙 他写出来的符便是锁 只有自己的念力才能 只有自己的念力才能激发符文的力量 翁的一声 紧绷的黄羊硬木弓弦弹毁 几乎同时 念力激发了剑杆上的符文 硬弓之间一阵清风生出 然后迅速四散 而那只剑 却不知飞去了何处 平静如静的湖面上 没有羽箭飞过的痕迹 湖对面的山林里 没有羽箭飞过的痕迹 湛蓝的天空下 找不到一丝羽箭飞过的痕迹 但凡走过 爬过 飞过 都必有痕迹 那么这只刻着丰弗的剑 瞬间消失去了哪里 宁缺正正放下硬木弓 回头向六师兄 投以询问的目光 六师兄摊开双手 含厚的脸上满是茫然的神情 就在这时 七师姐从镜湖中央那方停泄里走了出来 只见她柳眉倒树怒不可结 头上身上满是极细微的木屑 仿佛刚从哪个伐木场库房爬出来一般 宁缺看着七师姐如此狼狈的模样 忍不住大笑起来 心想师姐真像傻姑啊 六师兄常年驻兵器客服 性情憨厚 却是目光锐利 早已瞧见七师妹身盼紧握着的右手 因为愤怒而不停颤抖 掌心里握着一只金属打造的寒冷渐醋 顿时身体危僵 心头危寒 连话都不说 掉头就走 进了自己打铁房紧紧关上房门 宁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护回头看了一眼紧闭的打铁房 然后回过头来冲着亭子里的七师姐喊道 师姐 你有没有看到一只剑 七师姐强行压抑着怒火 微笑说道 哦 什么剑呀 就是一只剑杆花里胡哨的剑 七师姐笑了笑 伸出右手紧握着的那根剑醋 问道 哦 是不是这个 哎 就是这个 哎 怎么只剩下剑醋了 杆子跑哪儿去了 七师姐轻浮夹叛发丝 胆趣发间夹杂着的木屑 风情万种地微笑道 能在这里 宁缺终于醒过神来 毫不犹豫地转身 便往打铁房方向狂奔 大声喊道 哎 柳师兄 救命 快开门哪 还没跑到打铁房处 宁缺闷哼一声 停止了奔跑 他艰难地扭头望向自己身后 脸色苍白 险些哭了出来 他屁股上多了十几根绣花针 针针如肉 停泻中 七师姐青年秀架冷笑说道 哼 刀 剑 针 现在居然轮到语剑了 不给你些教训 真不知道日后 你会不会把火器也拿来瞎整 小小插曲之后 研制福建的创新工作 依然在继续 而且因为湖畔的这番热闹 又多了两个来看热闹的围观群众 陈皮皮刚刚给松下棋吃送完饭 暂时没有什么事情做 七师姐则是因为在湖心亭里 要时刻防备着头顶再下一场木屑雨 实在难以静心绣花 所以干脆放下绣架 过来看稀奇 就算是剑感能克服 但丰服之力加上闲力 根本不是剑感本身能够承受的力量 七师姐提着个锅盖 拍打着尖头的残留木屑 望着正专心准备实验的宁缺和六师兄说道 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 怎么试都没有用 从前有人这样试过吗 有 那他们成功了吗 没有 那些前仙神服师比你宁缺更天才吗 是 那他们成功了吗 没有 所以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个想法 陈皮皮提着送饭用的精铁锅 摇头说道 你这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和生命 这两位围观群众看似七嘴八舌出主意 实际上从未放弃过打击宁缺的自信心的任何机会 宁缺倒也并不在意 直接拉弓搭建 说道 准备了 前五古人之新式福建第四次实验 倒数开始 三 二 一 发射 陈皮皮大声喊道 当他喊出发射二字时 第一时间提起手中的金刚锅挡住自己的脸 因为自己脸太大 太圆 太胖 虽然那口金刚锅已经极大 却还是露出了一圈肉边在外面 模样看上去 极为滑稽可笑 七师姐比他速度更快 在他喊出三字时 已经用双手把锅盖举了起来 拼命地护住自己如花中颜 即便是宁缺 在射出这支福建之后 也在第一时间内窜到六师兄身后 用师兄强壮如山的身躯 挡住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 前面三次福建试射造成了极为惨烈的后果 湖面那些泛着白肚皮的鱼 还有林中那只被炸得血肉模糊的黑鸟 便是这种惨烈的直接证据 六师兄没有遮脸 认真的在天空中寻找着那只羽箭的踪迹 身为武器的研发制造人员 他从来不缺少这种冒险精神 看了片刻后他摇头说道 好了 七师姐从锅盖后小心翼翼地探出小半张脸问道 师兄 建在哪儿 六师兄指着湖对岸远处那方密林 说道 好像去了那边 陈皮皮放下金刚锅 大笑说道 嘿嘿嘿 那是二位师兄弹琴吹销的地方 没事 这二位师弟一旦开始弹琴吹销 什么事情都不会记得 别说淋一身木屑 就算屁股被箭头扎进去 也没有什么反应 听着这话 宁缺身体微微一颤 对六师兄说道 嗯 看来剑杆材料确实不行 六师兄从剑筒里取出最后一根福剑问道 还要是吗 陈皮皮摇头说道 哎呀 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宁缺能把福剑研制成功 那他完全可以去开宗立派 哪里还用得着学什么福道真意 我听出来你这是在骂我 宁缺耸肩说道 但我还想试一试 看着陈皮皮和七师姐再次紧张 抬起锅和锅盖 他笑着摇头说道 这次我就在原地市 不用遮脸 取下福剑上的剑簇 宁缺释放出石海里的念力 直接激发剑杆上的符纹 只见剑杆上那些美丽细腻的浮现骤然一亮 周遭的天地元气迅速聚拢 一股清风无由而生 顺着细长的剑杆不停缠绕旋转 宁缺盯着剑杆 用念力仔细感知那些风吸流动的方向和规律 忽然间众人肉眼可见 那根细长剑杆上的浮现 不知为何深深地向剑杆里陷了下去 构成剑杆的木材瞬间紧绷 然后撕裂 裂成一根根极细的木纤维 扑的一声胡盘烟尘大作 木屑满天飞舞 引来壳声一片 宁缺胆掉身上的木屑说道 嗯 普通材料没办法做附件 必须换 换什么 用金刚 陈皮皮摇头说道 金刚的材质自然能够承受风吸撕扯之力 可问题是金刚打造出来的剑怎么射 这世上哪有这样的弦弓 弓可以用铁制弓 弦也有办法解决 问题是金刚剑如此重 就算我的能力也没办法射出去 克了伏之后的金刚剑会不会轻一些 我和四师兄前些天试过 就算轻也有限 六师兄忽然开口说道 我可以用金刚打空心管 陈皮皮说道 为了加强你对剑感浮温的感知强度 我建议可以往里面掺些银子 六师兄点头说道 啊 这个难度并不大 宁缺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 我建议你对剑感浮渐亮了起来 我建议你对剑感浮渐亮了起来 我建议你对剑感浮渐亮了起来